中南山談中老年八大禁忌 中南山是醫學世家,是中國工程院院士,也是一位著名呼吸病專家 他今年八十多歲,他用了幾十年的時間深入調查幾百個中老年人的生活習慣 調查發現,飲食習慣只是疾病的外因,而內因還是人的心理和生活方式 所以他總結了中老年的八大禁忌 今天,我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中南山的中老年八大禁忌 第一,他說什麼?停止回憶過去 我們這一代人的孩童時代、青年時代,多多少少都曾經吃苦 幸好現在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好,還有少少閒錢、閒情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所以中老年的朋友,不要一味沉浸於過去的回憶之中 而是要積極樂觀地向前看,過好我們人生之中最最黃金的二十年 第二,就是停止生氣 不要生氣,不要發脾氣 年輕的時候,我們多多少少有些脾氣 特別是子女不聽話,少不免會罵他們,甚至會打他們 但是,現在我們的子女已經長大成人,有自己的想法 我們不可以再像以前那樣 我們可以運用經驗累積的智慧,提供一些參考的意見給我們的兒女 並且我們要保持幽默、慈愛的態度 不要因為兒女不接受意見,就顯示得很生氣,又或者是啰嗦他們 以免形成兩代之間的緊張的關係 第三,停止抱怨 每一個人都有煩惱的事,有時都會想跟別人傾訴 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你一定要留意你抱怨的頻率 如果你的朋友經常跟你抱怨同一件事 每天都傳達負能量 那你都不會喜歡這些朋友 可能你漸漸都會疏遠 第四,停止浪費時間 彈指一揮奸,我們都已經邁入中老年的行列 時間不等日,我們更加沒有機會浪費時間 想做什麼就做,想要什麼就買,想吃什麼就吃 不要再說什麼,等以後啊,等有時間先啊 或者等過多幾日啦 你可以等時間,但是時間一定不會等你的 第五就是,停止孤獨 無論是跟子女一起住,或是跟老伴兩個人生活 我們都應該做到精神獨立 千萬不要一天到刻,圍繞住家裡幾個人生活 老人應該多些走出家門 應該有自己的朋友圈 有幾種感興趣的愛好 那我們的生活才會豐富的 第六 停止多管閒事 做老人有個秘訣 就是對有些事情,要爭一隻眼閉一隻眼 不要凡事都以自己為中心 我們要給兒女一定的生活空間 不要干涉他們的生活 在我們的孫子那輩的教育問題 我們的中老年人千萬不要以有經驗而自居 我們一定要清晰明白,孩子的父母是誰 孩子的父母就是你的子女 他有權有資格管他的子女 你不應該多管閒事 盡量要按照孩子的父母 即是你的子女的觀點 去幫他手 去抽他的子女 這點是非常重要 第七 停止啰嗦 健康、工作、婚姻等等 都是中老年人最喜歡和子女交流的話題 而年輕人最反感中老年人 反覆地釘足一件事 所以少啰嗦 有些事他們是很清楚的 總之不要啰嗦就可以了 最後第八 停止儲錢 各位中老年的朋友 你不妨停下儲錢的腳步 因為在傳輯上面的錢 只是一個數字 辛苦了一世了 我們真的要對自己好些 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 不要太過在乎一件衣服要買多少錢 一棵白菜要多少錢 要捨得花錢 因為錢花了才是自己的 錢存起來的 只能夠算是遺產 各位朋友 以上就是中南山院士的健康訊息 緊供參與